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还是看到现在拜登政府宣布要取消大约15万3000名贷款人 总共12亿元的学生贷款 总统拜登宣布了新一轮免除学贷或者是学生债务的措施 预料15万人能够受贿 涉及的金额达到12亿美金 相信他的这个举动将对于拜登争取年轻 还有非洲裔选民的支持会有帮助 为他在11月大选可以营造有利的因素 拜登政府是在昨天宣布 这次符合资格的民众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已经登记加入就是Saving on a Valuable Education 这个Safe这个还款计划 第二次呢还款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年 第三点也是最初的贷款总额少于一万两千元 和资格的民众他的债务将会一笔勾销 打一个勾勾画个叉叉就没有了 那么按照与入席相关的一般的还款计划 接受房贷的人需要还款20到25年之后 才可以免除债务 但是如果他参加Safe Saving on a Valuable Education的计划之后 他只要还款十年 就可以把剩余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了 教育部长在昨天的声明中说 这次决定是要向债务比较少的民众发出讯息 当事人只要尽责还款 就可以免除他剩余款项的负担了 另外呢官员也透露 总统拜登正在考虑要颁布行政命令 设法阻止在南部边境的偷渡潮 包括显著收紧难民匹护机制在内 白宫说 共和党拒绝参议院跨党派小组在稍早前达成的协议 行政机关只能够出此下策了 不过最终还是需要国会履行职责 不愿居民的官员表示白宫领定行政命令的框架 包括了不少共和党所提出的严厉措施 包括禁止移民从边境口岸以外的渠道到美国来 当事人也要提出充分的证据 才可以留在境内 那么官员强调在目前这些条文正在经白宫律师审核 避免日后引发法律争议 也不排除在过程中还会出现变化 可能增加或者会放弃某些具体的构思 而谈到了这个非法移民 前美国总统川普计划 如果他再度当选总统 他首次推行第一次任期内部分没有实践的政策 包括了征用军事基地来扣押无证移民 以及派遣军机把他们驱逐出境 强硬的程度甚至可能会超过他第一届的任期 分析则说这个举动非但不切实际而且还是危险 可能会开创军队进入社区执法的先例 随着11月大选逐渐的临近 川普和身边的幕僚已经把移民议题定为他们的主轴 并且在私下开会时 他重提第一次任期的部分构思 希望把相关政策收紧到前所未见的尺度 不愿具名的前任官员形容 川普对动用军队这一点始终是念念不忘 根据了解曾经在川普时代掌管移民事务的 白宫前高级顾问米勒等人都已经建议 到时可以用军营设立大型的拘留中心 并且以军机来遣送移民 接着在其他方面的新闻 我们也看到 这是美国联合航空有一架越野飞航班机中的一个机翼 其中一个机翼受损后 不得不提前结束它的航程 降落在科罗拉图州的丹佛 另一架飞机则是接获了炸弹在飞机上的威胁 联合航空现在真的碰到多事之春 不能算秋了 现在还是春天 只能说是多事麻烦 一个头两个大了 根据报道 这架班机在19号由旧金山飞往Boston 机上乘客说 刚开始戴上耳机 就感到飞机在震动 那么这架飞轻呢 则是机翼受损不得不提前结束航程 降落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 那么另外的话 则有一架飞机 是接获机上有炸弹的威胁 所以呢 也是在现在呢 乘客也被要求要下飞机 不得携带任何的随身物品 而没有透露姓名的乘客在接受访问时 执法人员将手提行李 卸下飞机 并且进行搜查 那么目前没有迹象显示 对公众安全货的设施本身 有任何立即的威胁 另外在波音737 MAX的项目 一直都有问题 一连的问题不断的发生 所以在现在波音公司昨天宣布 在该公司效力达18年 并且由2021年年初以来 一直领导737 MAX喷气式客机项目的 Clarke立即离职 并且对他商用飞机部门高层 要进行改组 根据了解 波音公司商用飞机部门首席执行长 Dio分给员工的电邮 克拉克的职务将由波音公司 负责737客机运营 和交付业务的副总裁来接替 波音公司同时宣布几项人事的任命 制定公司资深高管隆德 来出任主管商用飞机质量的高级副总裁 而Flaming则会要主管商用飞机部门的 飞机项目 另外在鲁曼将出任开发项目的总裁 现在737 波音737 MAX一连串的问题没有停过 所以先准备要把这个项目主管换人 商用飞机部门的高层也整个改组了 下边我们再看到的呢 这是摩根大通 摩根 这是JP摩根Chance 遭到客户起诉 指控这家美国最大的银行 在存入支票时收费不公平的费用 那么这一类的支票并不是客户 本身过错或被退回的客户 现在求偿最少500万元 五名客户是在上个周末 向位于纽约州白云市的纽约联邦法院 提交这一项理议的集体诉讼 说当他们试图存入的支票未付而被退回时 总部位在纽约的摩根大通银行 从他们的账户中扣除了12元的存款项目退回费用 支票被退回的原因很多 包括了签发支票者自身账户中没有足够存款 或者发出了停止付款的指令 或者支票上含有错误内容 而原以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在2022年发布的公告 摩根大通这几位客户说 对于被退回支票的乱收费是不合理情刑和掠夺性的 公告说随意收取这类费用可能是非法之举了 另外在Boston华裔肿瘤学家吴聚音 现在因为成功的开创了一款新型的癌症疫苗 已经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设备理奖 来表彰他对癌症研究的贡献 在他的研究如果能够投入应用的话 可以让医生为病人量身研制疫苗 避免就是在免疫系统对抗 就是协助免疫系统来对抗病变的这一些细胞 好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带给大家的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你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而接下来焦点转到国际方面 我们继续一同关心 国际新闻带给大家以前 我们先看一下刚刚接到的消息 在这个星期四早上四点左右 AT&T的这个塔台断电了 所以现在是全国性 如果你是AT&T的用户 很可能全国性方面 全美国你都会有 我们有不少的就接到不少的报告 在现在媒体上面看到 从这个早上7点13分开始 AT&T的这个断讯有5万1000份 那么大部分发生在我们 Houston Dallas San Diego Los Angeles San Antonio 还有San Francisco Chicago和Atlanta 这些地区 这些城市 那么大概会 这个从早上的4点 一直到6点 那么现在是否已经恢复 现在AT&T并没有任何的回应 那么在媒体报道呢 是说在美国的东南部地方 连911911这个紧急电话 都已经暂停 所以朋友们 如果你是AT&T的客户 有可能你会有一些 在使用上的不方便 而T-Mobile的客户也报告 大约有1000次的中断 好这个是临时夹进来 刚刚看到的这个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 国际方面的新闻 第一个呢 我们就看到 这是杜拜的消息 消息人士说 伊朗已经向俄罗斯提供 大量强大的 地对地弹道飞弹 更加深了这两个 美国制裁国家之间的 军事合作 伊朗提供大约400枚的飞弹 包括了真主之舰 等征服者110系列 短程弹道飞弹 专家则说呢 这种公路机动飞弹 是能够攻击300到700公里 范围内的目标 那么伊朗国防部和革命卫队 晚据发表评论 俄罗斯国防部则没有回复 任何的这个评论 另外呢 对于在俄罗斯的 这个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日前突然辞世 那么一位自称掌握内幕的人权 运动人士则说 他的死因可能是因为心脏 遭到致命一击 这也是苏联时代 KGB 这个苏联的特工队 特工部门 典型的杀人手法 俄罗斯人权团体的创办人 引述来自偏远的 吉地狼流放地消息 向媒体表示 纳瓦尼被发现 头部和胸部瘀伤 与一拳致命的技术相符 纳瓦尼也是克里姆林宫最激烈的批评者 俄罗斯当局说他在16号去世 而针对美国总统拜登 说俄罗斯总统普丁是 Crazy SOB 我们就不翻译成中文了 对此呢 克里姆林宫在今天反批 这番言论非常可耻 在根据报道 拜登是在旧金山的一场募款活动 发表演说时 他是像一小群媒体记者 在评论的时候 用了上述的言辞 他们说我们有像普丁这一种 英文是Crazy SOB 那么让老师担心核子冲突等等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说 对国家本身 对美国来说 这是巨大耻辱 身为总统却使用这样的语言 真是可耻 拜登在发表这番谈话时 也正否美国因为俄乌战争 和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在狱中逝世 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 是陷入了冰点 接着我们看到南韩方面 南韩国防部长申元D 在今天在国会答询时 他表示 美国如果因为北韩的恐吓 而背弃与同盟国的条约义务 应该放弃他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 这番言论被认为 是针对川普轻视同盟关系而来 在今天 南韩国防部长 在南韩的国会接受质询 被问及对美国前总统川普 重返白宫 可能进一步强化允许北韩 保留核武论调的看法时 做出以上的回复 那么对来自北韩的核武力的威胁 在南韩国防部长强调 即去年发表的华盛顿宣言 南韩政府和美国共同打造扩张阻止体系 北韩就算进行洲际弹道飞弹实战部署 韩美同盟也不会因此被削弱 在东京方面的消息 东京的地方法院 为了判断是否要解散 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 简称统一教 在今天首度进行审问程序 听取日本政府和统一教方面的意见 那么在非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 相关人士透露 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的会长 在审问期间陈述意见之外 也会讨论之后审理案件的进行方式 日本政府根据听取 要整个是170名受害者等人的说法 则主张就是统一教这一个 包括了索取高额捐款和灵感商法行为 符合民法上的不法行为 造成损害极大 好接着我们再看到 最后看到的是香港方面的新闻 这是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说 如果员工执行日常事务的能力 因为更年期症状而受到长期严重的影响 可以视同障碍 雇主依法 有责任合理调整劳动条件 不可以歧视相关女性员工 根据这一个法定独立监管机关 所做的调查 英国在近年 有数起和更年期有关的劳雇征送 工部门和私人企业的女性员工 指控雇主没有考量 更年期导致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 没有合理调整劳动条件 而使得员工离职 或遭受不公平的解雇 那么在除了性别和年龄歧视外 更年期的歧视是否构成障碍歧视 历来交由法庭按个案情况来认定的 那么在英国的平等法对障碍的定义 涵盖生理还有心理的层面 也长期被诠释为一年以上 日常事务则包括正常开关门等日常基本行为 以及在合理时间长度内专注工作等职场相关举措 好的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国际方面的新闻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呢 我们在这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朋友们我们再一同关心两岸方面的报道 先看到中国对美国恢复了熊猫外交 根据报道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日前和美国San Diego动物园 就新一轮大猫熊国际保护合作事宜达成了一致 并且签署了合作协议 目前正在和美国华盛顿国家公园 积极地磋商新一轮的合作 在双方的关系恶化之后 美国租界的大猫熊在去年相继租约到期送回中国 包括了美国华府史密森林公园里边的每乡一家三口 如今只剩下亚特兰大动物园 还有四只大猫熊 租约也会在今年到期 如果两国没有签署新的协定 中国1972年对美国启动的猫熊外交 就形同终止了 不过去年11月拜习会在美国登场之后 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表示 了解到San Diego动物园和加州人民 热切期盼大猫熊能够重返加州 大猫熊是中美人民有仪使者 中国方面愿意继续和美国展开大猫熊的保护合作 所以San Diego动物园表示 中国可能今年夏天会送来一对大猫熊 2019年在这个动物园 最后两只大猫熊被送回了中国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中国对美国 现在应该要开始恢复了猫熊外交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就是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 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今天率团访问台湾 中国外交部则回应表示 中国方面反对美国方面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势的官方往来 反对干涉台湾事务 敦促妥善处理涉台湾问题 不要向台独发出错误的信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方面业贯坚决反对美国方面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势的官方往来 也表示敦促美国方面务必认清台湾问题的极度复杂性和敏感性 切实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及台湾的问题 停止双方的官方往来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接着我们再看到的 这是在中国昨天宣布启动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 并且加快推动立法程序 借此提振民间企业的信心 学者分析说民间企业最为在意公平竞争和司法正义 并且建议同时修改刑法劳动法等全面解决企业的痛点 在这个报道呢 在现在大陆学者认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 就应该先了解民营企业最关注的问题 才能够对症下药 制定一部务实管用操作性强的法律 下边我们再看到是中国房地产白名单政策 在近期是如火如荼的在推动 希望能够借此稳定市场 然而这两天却传出 有多家房企因为没有如期发布财报 遭到上海深圳两间证交所公开谴责 包括了恒大地产也在里边 中国房地产白名单上路满一个月 根据中国住建部公布 到20号已经有214个城市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向商业银行提出了5349个房地产项目白名单 目前已经获得融资的有162个项目 达人民币294.3亿元 接着我们再看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在昨天针对快艇翻复案表示 中国方面强烈谴责台湾方面的暴力执法 又刻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做法 要求尽快公布真相 严惩相关责任人 并且应该向遇难者家属道歉 他表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大陆方面强烈谴责台湾方面粗暴对待大陆渔民的行径 认为这一次渔船翻复事件绝对不是单单一例 也表示大陆将坚决维护同胞的合法权益 好 下边我们再看到 这是在中国广州市南沙利兴沙大桥 在今天早上被一艘货柜船撞断了 行经桥上的四辆车和一辆摩托车坠落 官方通报事故造成五个人死亡 三个人受伤 原因则是因为船员的操作失当 货船碰触桥墩而使得桥面断裂 最后在香港方面 刚刚抵达香港展开围棋七天考察调研的 这是夏宝龙 这一次到香港是要与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谋 就是谋划香港新阶段新发展 夏宝龙透过发文表示 那么是要贯彻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12月听取行政长官李家超述职时的讲话精神 实地了解香港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情况 与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谋 香港新阶段的发展 以更好维护香港长期繁荣伟地 推动一国两制新闻志愿 好的 带给大家这是在中国方面的报道 下边我们来关心台湾方面的新闻 德州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我是中央广播电台陈子华 现在提供给您台湾今天的相关消息 美国联邦众议院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率领跨党派重量级议员访团在今天抵台 蔡英文总统上午在总统府接见访团 欢迎并且感谢来访的跨党派议员 以实际的行动表达美国对台湾民主的坚定支持 更凸显台美间紧密的伙伴关系 同时感谢中国特别委员会 以及美国政府对台湾安全的重视 总统说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的45周年 这项立法促进并且深化了台美的情谊 那么中国特别委员会更在去年提出 支持台湾十项政策建议的报告 展现对台湾安全的重视 我也要感谢美国政府及国会 持续透过国防授权法等方式 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 捍卫民主自由守护区域的和平 同时总统也指出 他希望中国特别委员会 在去年经期报告提到的 台美避免双重科学议题 能够早日立法完成 为台美双边企业投资 创造更多的利基 打造互利共融的经贸交流环境 另外副总统赖清德 在上午的时候在接见访谈时表示 面对中国在各面向 对国际社会展示强大的压力 台湾除了坚定以和平 对等民主对话四项原则 处理联案关系之外 也会强化国防与国安的力量 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守护自己的决心 而盖拉格则是肯定 赖副总统在2024年 总统大选的胜选谈话内容 并且表示 赖副总统在美国国会 有非常多的朋友 在他就任之后 美国也会一直和台湾站在一起 同时 盖拉格也表示 未来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 都会尽力深化台美的伙伴关系 而针对美国大选 是否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问题 盖拉格表示 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 对台湾的支持都不会改变 他对此深具信心 盖拉格表示 中共分化民主与国际社会的动作 正在失败 尤其是看到台湾与美国团结 对抗独裁政权 在台美关系方面 盖拉格和中国特别委员会 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逊纳莫提 则是都强调 台美伙伴关系持续深化 他们对此相当有信心 中国大陆国大办称 今夏海域不存在禁限制水域 中国海警也宣布 在该海域展开常态化 执法巡查行动 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在今天表示 沃海巡单位仍会依照既往的职责 守卫僵土 同时呼吁两岸的和平现状能维持下去 是双方共同的责任 任何一方破坏和平现状 不会得到好的结果 詹志宏说 中国大陆他要怎么样宣布 那是他自己的这个主张 但是就两岸之间的相处 我想还是相互的尊重 会让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势 能够得以这个维持下来 而关于在野党立委提出政府授权 地方政府直接与陆方沟通的建议 詹志宏表示 两岸之间有沟通的机制 因为陆方片面设定政治前提 而无法有效地运作 且以金门马祖地方政府曾经向对方表达 先开放陆克赴金马观光为例 陆方至今也无正面的回应 由此可知 不是有没有沟通管道的问题 问题在于中共的基本态度 此外陆方一再要求快艇案的事实真相 詹志宏说 应给我方司法体系一些时间跟空间完成调查 此事既然发生在我司法领域 希望陆方尊重我方司法体系 而中国籍三五船快艇在14号越界捕鱼 遭到我海巡人员追砌时 翻覆造成两人死亡 海巡署副署长徐静之 和金门分署长廖德成 今天在金门海巡队召开说明记者会 金门巡防区主任甘理为 还原了追砌过程指出 在中国快艇逼近我限制水域时 海巡人员就以声光示警要求离开 但是该快艇仍有北定岛往东航行 船我限制水域1.1海里 海巡西匹艇随即由西往东南拦截 在过程当中中国快艇蛇行 使得双方的船船接触 中国快艇接至海巡尾 船体撞上我海巡艇之后又急转弯 失去平衡之后反复 我方也立刻展开搜救的行动 甘理为说 当那个船回头所后方的海巡 我突出到我们的巡航行的时候 有一个蛮大的动作 因为离心力也有关系 我是这艘路气派的失去平衡 白服到后面海面 那我们希望你看到他突然又转 然后又甩尾回来 撞到我的船首的时候 马上回车 马上回车 但是他当时已经失去中心了 我们也把船回车 而针对各界对当时的四员 持军师没有佩戴密录器 以及事发全程没有画面等质疑 廖德成强调 CP-1051艇没有设置监视器 但是四员出勤前 有依照规定领取摄影机 只是因为事发过程只有五分钟 而且海浪很大 搜证人员未能来得及拿摄影机拍摄 未来35艘巡防艇将会全部安装 悬外摄影机来改善 另外副署长徐静职责是强调 海巡人员绝对都是依法行政 虽然没有录影画面 但是不影响相关的市政 他并且表示 海巡人员将会全力配合 检方的调查 不希望升高两岸的冲突 立法院长韩国瑜在今天召集 朝野党团协商 言商隔回陈建仁提出 实案专报等事宜 在经过讨论之后 朝野同意在23日 邀请陈奎到立法院提出有关 民进党政府执政8年 台湾实案问题总检讨专案报告 并被质询 而在朝野协商当中 民进党团还提案呼吁朝野立委 应该遵守立法院议场安全维护 及管理要点规定 不得携带麦克风 棋杆 棍棒 喷漆 蛋类等 与议事无关的物品进入到议场 在经过讨论之后 韩国瑜才是 请各党团委员都能够支持 国会的内规 也请党团干部约束党团成员 台湾机场在去年转机客 达到有625万人次 较2019年疫情前成长了17.5% 创下史上新高 而其中又与东南亚的旅客为居多 北美次之 为此行政院副院长周文灿 在今天出席 2024观光节庆祝大会时表示 为了吸引转机客来台观光 在近日就会敲定 放宽转机客免签时程 同时简化东南亚国家来台签证 尽量朝向落地签的方向进行 他说 一年大概有500到600万转机的旅客 那他的免签证的观光时间 怎么定定 这个我们近期内也会来敲定 让转机成为观光客的一个来源 比如说我们在签证简化方面 尤其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签证简化 在没有其他防壁炒量的情况底下 我们尽量朝向促进 他们能够落地简化的方向走 而针对外界关切的两岸观光的进团令 将在6月重启 郑文燦也强调 政府在去年8月的开放政策并没有改变 但是因为两岸互动有些个别事件 他也希望能够穿暖花开回到正轨 他并且指出 只要6月1号之前能够营造更好的气氛 两岸关系能够和缓 对岸能够开放陆克来台 不论哪个条件 只要往好的方向走 6月1号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日期 但仍需要双方秉持同理心 对等互惠 累积善意就能够有好的转机 国防部法律事务司司长沈世伟 在行政院会后的记者会中表示 现行陆海空军惩罚法 是承袭民国19年制定时的法律体系 已经有很多不合习之处 例如和保障公务人员健康权有关的 试字785号 目前只能够透过解释的方式进行 或是采用行政命令及其他的事务上的做法 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 因此国防部自五年前开始研讨修正 陆海空军惩罚法 以及制定军人权益事件处理法 沈世伟表示这次的修法希望能够达到三个目标 包括精进惩罚制度 完善程序保护及整合救济管道 而至于是否恢复军事审判 他表示因为这个议题较具争议 国防部以及台湾法学会 将在下个月举办大型的研讨会 搜集各界意见 再结合过去的复案 希望能够有较为成熟的结论 对此事做出定调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的相关消息 提供给听众朋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